阿塞拜疆 阿塞拜疆 我相信大家都拚頭 究竟這個國家在哪裡呢 阿塞拜疆其實就是剛剛好連接著歐洲和亞洲 它附近的國家有土耳其 格魯吉 俄羅斯 伊朗 當然還有他們歷史以來的敵國 阿曼尼亞 阿塞拜疆其實是一個 什葉派的國家 全球只有兩個 看來好像很傳統 其實阿塞拜疆族人非常有個性 他們非常善良和誠實 我們House Family 艾菇 他對我們很好 他第一天帶我們去沙灘玩 其他日子都會帶我們去巴庫 他們的首都 周圍遊覽 也解釋一下伊斯蘭文化 講一下他們歷史故事 當然他還煮了很多 土耳其和阿塞拜疆傳統的食物給我們 不過他們說他們不喜歡我們的中國菜 因為不夠油和不夠鹹 在Instagram我開了兩個hashtags 分別一個就是我們的對名 狗大鬼 而另一個就是他的英文 Venture of Gastronomy 所以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上去看看 我們都post了很多食物相 和我們旅途當中看到的東西 我們的任務 就和我們的House一起煮食 狗大鬼的意思就是 合起來煮九碟菜 通常我們會是 我們煮五碟香港的家常小菜 然後他們就煮四碟的當地菜 我們煮過很多食物 例如炒麵、春卷和西多士 也煮過番茄炒蛋、蒸肉餅等等 而甜品方面我們就試過做燉奶 其實我們還有一碟很受歡迎的菜 就是可樂雞翼 我們的House覺得 可以用可樂來煮食 是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而且當他們試過這個菜 其實吃下去是沒有可樂的味道 取而代之是一個甜味之後 他們都覺得很新奇 所以我們都教了他們怎麼煮 而且加些芝麻更加是一個點絕 其實可以吃到當地的家常小菜 是我們這一個旅程的重點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在House家自己煮的食物 是比起在餐廳吃的更加地道的 而且往往我們煮完之後 都會坐下來一起聊天一起吃 在分享大家地方的特色食物的時候 往往可以了解當地的文化 甚至是歷史 而且我們都會討論到兩地文化和經濟 甚至是和一帶一路的關係 這次這個背包行體驗旅人的計劃 令到我們三個有機會衝出香港 去到一帶一路不同的國家 遇上不同的人 認識當地的風土人情之餘 和了解國家背後的歷史 我們九大鬼在同一個House吃飯的時候 我們都有談過這個一帶一路的問題 這次這個計劃正正讓我們 不單止從中國或香港的角度去看待 一帶一路這件事 我們都從不同國家的人口中 了解到他們眼中的一帶一路 令到我們獲益良多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